死了死了 没想到四重成真竟然在山下惨死了 这也难怪三一悬门要与全信不死不休 就在刚才 四重成真为了逼出无根生现身 于是用面人流作为威胁 并要求全信门人回去通风报信 可却不知发生了什么 全信二人离开后竟都一脸的慌乱惊恐 同时边跑边说道 咱们去哪找门长 入门才多久 咱门长都没见过 这时身边同伴却脑海一动说道 别急 去找老张 他也住在这里 二人寻着位置来到老张住所 刚见面老张就宽慰他们说道 别急 有办法 我在留婆子那有牌子 与此同时深山某处 一个老婆婆盘坐在一堆杂草上 身后依次树立着密密麻麻刻着人名的纸牌 而每个纸牌上都按着各自的手印 留婆子微笑着自言自语 语气中充满着打句说道 刚是掌门给大伙的手术 这又是托我找掌门的 最近门里还挺热闹 说罢他便将目光看向那个刻着无根生名字的纸牌 接着他不知想到了什么 留婆子突然黑黑一笑 然后莫名的坏笑道 找一个也是找 下一刻纸牌上无根生的名字诡异的开始发光 同时其他的纸牌也依次与之响应 到最后留婆子身后整张纸牌墙都快被蓝光吞噬 而同一时间的另一个地方 无根生微微睁开眼睛 而后不屑的冷哼一声 接着他将目光看向眼前盘坐休息的三人 见状无根生嘴角带笑却一言不发 突然高跟猛的睁眼醒来 然后嘴里大喊一声掌门 同样醒来的还有古姬亭和李沐玄 只见古姬亭一脸冷汗后说道 掌门 我梦到留婆子了 文言李沐玄这时也附和道 掌门 舅舅刘先生吧 无根生文言先是一愣表示意外 片刻后才开口说道 全都梦到了吗 那就都跟我走一趟 等到几人赶到面人留家里时 小院内桌凳胡乱的摆放 地面还残留着诸多血迹 可唯有人隐缺一个不见 无根生几人跟着血迹一路追随 路上随处可见的横放着尸体 竟无例外全都是全性门人 突然李沐玄受惊大喊一声 无根生随着他的目光侧头看去 只见面人流满嘴鲜血依靠在大树下 他的眼镜早已不见 无根生只看一眼便收回了目光 同时脸上带着若有所思看向前方 只见眼前一个大头怪童和一个短发女人 此时正站在一个独臂男人身旁 女人一见面便说道 掌门 我们离得近 就不劳烦您出手了 他们口中的男人长发遮面 竟是前不久才下山的成真 此时却已是掩掩一息半死不活 无根生并未答话 于是两伙人就这样沉默对立 片刻后女人转头问道 那边就剩你一个了吗 文言一个独眼男子凶狠开口说道 老东西比当年还难道 不过这次 我看你怎么长回去 而他口中的老东西 正是和成真同行的四丑 接着只听女人缓缓说道 这两个家伙 被我们堵住 从刘先生家追到了这里 这边的地形和人头他们哪有我们属 一路早就埋伏好人了 最后像走投无路的疯狗一样 连刘先生一起咬死了 好像有什么天大的不甘心似的 这时独眼男人接过话来哈哈笑道 维玄子和邝雅先生 没想到林中的形势还挺疯 此时的无根生没有理会身边嘲讽的二人 只是自顾自的沉默站在成真身前 突然成真的眼睛艰难地睁开 当看到身前之人是无根生时 下一刻他竟猛地扑倒在地 而后用尽生命最后的力气爬到了无根生的身前 他颤颤巍巍地伸出左手摸向无根生的脚踝 可期许中的情况并未发生 同时所剩无几的生机让他压根发不出任何声音 只能艰难抬头看着前方 而眼泪也控制不住地顺着脸颊滑落 见状怪童好奇地叫了一声姐姐 闻言身旁的女人冷哼一声 而后蹲到成真身旁 一把将其脑袋拽起 同时口中恶狠狠地说道 吴成真 这么多年 我幻想过很多咱们收缘结果的场面 我怎么也没想到会是今天这一幕 只见女人猛地拽起成真头发 勃然大怒道 哭什么 一把丢开手中成真 并且一脸嫌弃地说道 妈的 你不值得我杀 接着女人目光看向怪童 示意她来动手 怪童得到指示后 红着眼睛举起手中手刺 然后没有丝毫犹豫地将其插在成真身体 这一幕彻底惊呆了一旁的李沐璇 而这时独眼男人却大笑着向吴根生开口道 掌门 您叫我们躲着三一 可我们还是出手了 不过这是他们自己找上来的 您不会怪我们吧 吴根生一脸微笑淡淡开口说道 不会 把尸首想办法给人家送回去成吗 全性门人自然英语 只是突然独眼男人像是发现了什么好玩的 而后只听她语气中充斥着嘲笑道 这不小李子吗 没你 哥哥们还真不一定有这么好的机会出手 有意思 以后咱们多亲近亲近 接着她一手插腰一手拍着李沐璇继续说道 别怕 三一的那些小崽子还是纠缠 哥哥们和你一起对付 说罢她便缠着李沐璇说着什么 这时高跟吴根生依旧站在原地不见动作 只有古鸡亭不忍地跪在成真身旁 此时的成真右臂早已不见 身上的白色稻袍也已被鲜血染红 一代悬门高徒就这样惨死山下 等到盖着白布的四重成真二人失守回到三一门时 门内弟子们围在身旁皆是一脸悲怂 而长青水云二人健壮却彻底黑下脸来 下一刻水云猛地跪在地上 然后带着怨恨哭喊出声 师父 恕弟子不能遵从您的一命了 接着只见水云扬天失声痛哭起来 从今往后 我跟全性妖人不共戴天